同学们好,大家有没有尝试地做一下函数单元的综合练习呢? 函数是微积分的重要概念,也是微积分研究的主要对象,后面我们将深入讨论它的性质。 这里我们主要弄清楚下面几个内容。 一,函数的概念定义欲和直欲。 二,函数的有接性、单调性、周期性和机油性的概念。 三,函数的四则运算、求力运算及复合运算。 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反函数与复合函数。 四,基本出能函数的性质与图形。 五,分担函数、引函数、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 这一节我们没有涉及引函数和参数方程所确定的函数。 后面学习到相关内容时,我们再介绍它们的具体含义。 好,下面我们一起来解答每一道题。 一,是函数fx满足afx加bfx分之1等于x分之c, 其中a的距离值不等于b的距离值,是求函数fx。 这里我们自然想到,把fx和fx分之1看成是位置量, 通过解方程的方法来求fx。 那么,要解方程的话,这里有两个位置量, 我们必须得到另外一个方程。 所以,我们想到的方程是,把x,用x分之1来替换,得到另外一个方程。 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解答过程。 首先一个方程是, afx加上bfx分之1等于x分之c。 好,我们现在把x,用x分之1来替换, 可以得到另外一个方程。 就是bfx加上afx分之1等于cx。 把这两个方程连累起来, 得到一个方程组。 通过它,我们来求解fx。 解这个方程组,我们有很多方法。 这里我们用线性代数中间所学过的克勒姆法则。 方程的系数行列式是abba, 所以等于a的平方减去b的平方。 因此fx等于系数行列式分之1乘以。 这里系数行列式中间的第一列ab, 用x分之c,cx来代替。 第二列ba不变。 也就是等于a的平方减b的平方分之1, 乘以xc与a相乘, 减去b乘以cx。 好,稍微整理一下, 也就是等于a的平方减b的平方, 乘以x分之。 c可以提出来, 这里我们可以得到a减去bx的平方。 好,这里我们把fx的表达式求出来了。 当然也可以写出fx分之1, 但是我们的问题要求是求fx表达式。 好,这是第一个问题。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题。 设fx等于当x绝对值大于的时候等于0, x绝对值小于等于的时候等于1, gx等于当x大于的时候等于2, x绝对值小于等于1的时候等于2减x平方。 现在要求f与g的复合, 与g与f的复合。 那么通常我们求两个函数的复合, 如果这两个函数有统一的解析表达式, 那我们只需要将一个函数作为另一个函数的自变量来做运算, 也就是简单的代入运算就可以了。 而对于分担函数, 则需要考虑函数的进益域和值域, 以及相应的表达式。 好,下面我们来看如何来求这两个函数的复合。 首先我们看f和g的复合。 这时候我们把gx看成是fx的自变量, 所以根据f的定义, 那么就是当gx的绝对值大于1的时候等于0, 而当gx的绝对值小于等于1的时候是等于1。 好,那么也就是可以把函数的具体表达式给来写出来。 这里我们需要计算得到gx的绝对值大于1和gx绝对值小于等于1的时候, gx的取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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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我们知道x的绝对值大于1的时候, 这个gx是等于2。 所以它是满足gx的绝对值的取值大于1。 而当x的绝对值小于等于1的时候, gx是等于2减去x的平方。 那么它也是满足gx的绝对值大于1。 那么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要求x绝对值是小于1的。 那么x绝对值等于1的时候, 我们另外来讨论。 x绝对值等于1的时候, 这个时候gx那么它是等于1的。 因此我们知道gx的绝对值大于1, 当且仅当x的绝对值不等于1。 而这个gx的绝对值小于等于1。 那么当且仅当x的绝对值等于1。 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f和g的复合, 它的表达式是当x的绝对值不等于1的时候等于0。 而当x绝对值等于1的时候, 那么它等于1。 好, 这里我们得到f和g的复合, 它的表达式。 那么也是一个分段函数。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计算g与f它的复合。 好, 和上面的方法一样。 这时候我们根据g的表达式, 因为这时候我们把f看成是g的自变量。 那这时候我们有, 当fx的绝对值它是大于1的时候等于2。 而当fx的绝对值小于等于1的时候, 是等于2减去fx的平方。 好, 那么和上面的方法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fx的绝对值大于1和fx绝对值小于等于1所对应的x的变化范围把它求出来。 好, 那么这个具体的计算过程我们就不写了。 实际上我们可以得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当fx的绝对值大于1的时候是等于2。 当x的绝对值小于等于1的时候等于1。 好, 那么这样就得到了f1这两个函数按不同顺序复合的结果。 那么都是分档函数。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三题。 设fx等于x除以x的平方加1开平方。 求f和自己的复合, 那么这里复合了n次。 那么它最后的解析表达式是什么? 类似于这样的问题, 那我们实际上要从一次, 两次, 三次这样的复合来寻找一般的规律。 好, 下面我们来看看f和f复合的时候, 那么它的结果是等于多少? 首先f和f自称复合一次。 根据定义, 那么它应该等于fx, 除以根据下1加上fx的平方。 再根据f的定义, 那么它等于x除以根据下1加上fx平方。 再除以根据下1加上1加x平方分之x。 再开平方。 正解是平方。 那么这个结果算出来是等于x除以根据下1加上2倍x平方。 好, 我们把这个结果与f再复合一次。 这个根据刚才的结果, 那么它应该等于fx除以根据下1加上2倍的fx的平方。 这个我们容易算出来的。 那么它是等于x除以根据下1加上3倍x平方。 这是三个含数复合。 实际上由上面两次三次的复合, 我们可以得到一般的结果。 那么也就是f和它自己所n次复合。 最后的结果应该是等于x除以1加上n的x平方。 对你n等于1,2等等的。 那么大家自然想到这样归拉出来的一般结果是不是正确的。 这个时候我们实际上可以用所谓的数学归拉法。 数学归拉法。 来证明。 这个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用数学归拉法把这个一般的结果来证明一下。 好,这是第三题。 下面我们来看第四题。 第四题是求函数的反函数。 这个函数它是一个分端函数。 当x小于等于0的时候是等于x减2。 x大于0小于2的时候是等于负根号下4点x平方。 x大于等于2的时候是等于0x减70r。 那我们知道,如果函数的表达式是一个统一的形式的话, 那么我们实际上可以由y等于fx来直接解x。 那我们可以得到x关于y的函数的形式。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要求的反函数。 那么如果是一个分端函数, 这个时候我们先要弄清楚函数的值欲。 我们首先把这个函数的图形给它画出来。 这个函数的图形是这样的。 那么当x小于等于0的时候是x减2。 这里假设是负2。 所以当x小于等于0的时候这是一个实际点。 这是y等于x减2。 当x大于0小于2的时候是等于负的根号下4减x平方。 那么这是一个圆的方程。 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我所对应的此一段圆弧。 这是2。 好。 当x大于等于2的时候, 所谓对应的是nonex减去none2。 那么这个函数图形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nonex图形它是这样的形式。 1。 这是nonex。 那么nonex减去none2相当于把这个nonex图形 向下平移平移none2。 所以它所对应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图形。 那我们取这一段 从2开始 这一段 这一段的图形是 y等于NUNX减去NUN2 而这个圆弧的方程 是y等于负的1 4减去X平分 所以从这个图形上 我们可以看到 实际上这个函数 它的值域 它的值域 为负无穷到正无穷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函数在它的定域上面 是一个单调函数 严格单调的 单调增加的函数 所以在整个值域中间 它一定有反函数 那我们实际上可以分段地 把这个反函数的解析 贝拉式 给它写出来 因为我们知道 当y这个小域 负2的时候 那么也就是对应的 这一段图形 好 那这时候我们由 y等于x减去2 可以解除 x关于y的表达式 x等于y 加上2 而当这个y 而当y大于 等于负2 小于等于0的时候 这时候所对应的 是这一段圆弧 这段圆弧 所以这时候我们由 y等于负 根号下4 减去x平方 这时候我们可以得到 x 等于 根号下4 减去y的平方 同样 当y大于0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由 y等于 lnx减去ln2 这时候 我们得到 x等于2 乘以1的 y的 好 我们知道 通常把x 关于y的表达式 求出来以后 我们还需要把x y呢 交换位置 因此所求的反函数 具有下面的形式 为 这个 假设是 反函数 我们用f 例 来表示 它的次变量 是x 那也就是 当x 小于 负2 的时候 是等于 x 加上2 好 当x 大于 等于负2 小于等于 0的时候 那么是等于 根号下 4 减去 x 的 平方 而当x 大于0的时候 那么它等于 2倍的 1 的 x 米 这就是 我们所求的 反函数 的 这期表达式 它仍然是一个 分担函数 下面我们来看 第五题 设 ab为常数 证明函数 fx 等于 x 减 a 的 角度值 减去 x 减 b 的 角度值 在负无穷 到正无穷上面 是一个 无界函数 好 那么按照 证明这个函数 是一个 有界函数 那么按照 有界函数的 定义 实际上 我们要 寻找 这个 一个 大于0的 常数 m 使得 fx 的 绝对值 它要 小于 等应 好 那么如何 寻找 这个m呢 当然我们容易 想到的办法 是把这个 绝对值 符号 给它去掉 那这时候 我们需要 来讨论 x 与 ab 之间的 关系 实际上 这里有一个 更简单的办法 就是利用 所谓的 三角不能式 三角不能式 它是讲 对于任意的 这个 U V 我们有 这个 U 加 减 V 它的绝对值 小于等于 U的 绝对值 再加上 V的绝对值 大于等于 U的 绝对值 减去 V的 绝对值 的绝对值 这个不能式 咱们把它称为 三角不能式 那么利用 三角不能式 我们很容易 得到 上面我们要求的 这个 M 这样的一个 正常数 实际上我们可以 直接利用 三角不能式 我们有 F X的 绝对值 根据 F的定义 那是等于 X 减去 A 的 绝对值 减去 X 减去 B 的 绝对值 好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X 减去 A 的 绝对值 再减去 B 减去 X 的 绝对值 所以利用 三角不能式 左边的 形式 那我们可以 得到 它是 小于等于 X 减去 A 再 加上 B 减去 X 这个等于 A 减去 B 的 绝对值 这就是我们要求的 正常数 M 大于这 好 所以 这个 F X 在 负 无穷 到正无穷 上 是 邮件 那么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 要证明一个函数 在相应的区域上是有借 关键是要找这样一个借 这个借怎么样找 下面我们来看第六题 是 F X G 为定义在 AB 区间上的增函数 其中 Fy X 和Pos X 是通过 这个 Maxim 和 minimum这两个函数 来定义的 F X 是 其中的这个 Fy X 是 F X G X 它在 AB区间上面 取它的最大值 来定义的 那么这个 Pos X 它是通过 F X G X 在 AB区间上 取最小值 来定义的 我们举个例子 就相当于 我们 考虑 两个函数 假设 这个函数 是 Y 等于 F X 那么 另外一个函数 它也是 真函数 你比如说 这个函数 这是 Y 等于 G X 那么 所谓的 这个Fy X 它指的是 取最大的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 这个区间 也就是 在这个点的 左边 左边 那么它的大的 应该是 GX GX 这一段 好 我们换一种颜色 而在 这个点的 右边 那么它 应该取大的 那就是 FX 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 是这一段 好 那么这个 所对应的 就是 Y 等于 FY X 从图形上 我们可以看到 这时候的 FYX 仍然是一个 真函数 那么同样 也可以把 这个POSAX E 通过图形 把它表示出来 好 下面我们用 严格的方法 来证明 这两个函数 是真函数 那么如何证明呢 大家可能 容易想到的 办法是 对这个函数 来进行讨论 也就是 把这个 Maximum 和Minim 来去掉 直接 来把 FYX GX 与这个 FYX POSAX 的关系 把它找到 但是 实际上 这个方法 是行不通的 那么我们如何 来证明 这个结论呢 这里我们实际上 就需要用到 函数 是增的定义 以及这个 Maximum 和Minim 它的含义 好 下面我们来 给出 证明过程 对于任意的 X1 X2 在 AB 上面 我们不妨 假设 X1 是小于 X2 那么根据 这个FX GX 增函数的 定义 它的条件 则 我们有 这个F X1 是小于 F X2 那么GX1 也是小于 GX2 那么这时候 我们有 这个F 这个F X1 小于 F X2 那么它自然是 小于等于 Maxim 这个F X2 和GX2 它中间的 大的那一个 而按照 FyX定义 这个正好就是 Fy X2 同样 那么我们有 GX1 它是 小于 这个 Fy X2 那这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F X1 和GX1 同时小于 Fy X2 所以 我们推出 F X1 和GX1 GX1 它的Maxim 也就是它们中间大的 自然也是小于 Fy X2 好 那么根据 Fy的定义 这一部分 实际上就是什么 就是 Fy X1 所以由此 我们有 Fy X1 是小于 Fy X2 那么这样 我们就知道 这个 Fy X呢 它在 AB上 为 真的 好 那么对于 这个PoseX 证明它在 AB上面 是 真函数 同样可以证明 所以对于 PoseX 它是 真函数 这个证明过程呢 留给大家自己来完成 好 下面我们来看 第七题 设 X分之Fx 在0到 无穷大上 递减 证明 Fx加Y 小于等于 Fx加Fy 其中 Xy呢 是大于0 小无穷大 那我们说一个函数 假设是 Fy 它是递减的 那么按照定义呢 是这样的理解 就是 X1 小于 X2 的时候 那我们能够推出 Fy X1 它是大于 等于 Fy X2 好 那我们现在 利用这个 一支条件 X2 Fx 它在这个上面 是递减 来证明 相应的 不同式成立 这个证明过程 大家容易想到 因为我们可以 把这个 X Y 和 X 加上Y 这两个数 来进行比较 那么显然 这个数 X是小于 X加上Y的 这个Y呢 也是小于 X 加Y 好 我们然后再利用 这个函数 它是 递减的性质 可以有 下面的结论 也就是 X 分之 Fx 好 那么它应该是 大于等于 X 加上Y 分之 Fx 加Y 那么同样 Y分之 Fy 它大于等于 X 加上Y 分之 Fx 加Y 好 那么到这一步以后 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把它稍微变下形 即 Fx 大于等于 X 加上Y 分之 X 乘以 Fx 加Y 同样 Fy呢 也是大于等于 X 加上Y 分之 Y 乘以 X 加Y 好 我们如果 把这两个式子 这是一式 这是二式 二式 一 和二式相加 啊 就可以得到 X Fx 加上Fy 大于等于 那我们知道 这一项 加上这一项呢 是等于一的 所以实际上就是 Fx 加上Y 这就是我们所证明的 不等式 好 这是第七题 下面我们来看第八题 这函数 这函数 Fx 我们去验证 我们去验证 它是一个周期函数的 那么如何来猜猜 这个函数的周期 等于多少呢 我们可以看一个具体的函数 你比如 Fx 等于 sinx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 周期函数 好 那么这个T 等于多少呢 这里T 相当于等于 π 那显然 这时候 我们可以验证 x 加上T 也就是加上π 它等于 负的 sinx 所以 对于这个具体函数 它正好是满足 我们这个问题的条件的 而sinx 它的周期 等于多少呢 它的周期 是2π 那就相当于是 2倍的T 因此我们可以猜测 上面的函数 它的周期呢 是2倍的T 下面我们的具体的验证 这个函数 确实是以2π为周期的 对于任意的x 所以负无穷 到正无穷 那我们有 fx 加上2倍的T 好 那么根据 所给的条件 我们可以 把它转化成 这里我们把它写成 x 加上 这个 T 再加上T 这样的一个 我把它 看成是 一个整体 那也就是 把这个x加T呢 看成是 这个条件中的x 所以 所以它等于 负的fx 加上T 我们再一次 利用这个条件 那我们就可以 把它写成 负的 负fx 等于fx 这就说明 这就说明 fx 它是以 2π的T 为周期 好 那我们就证明了 fx 它确实是一个 周期函数 好 下面我们来看 第九T 证明fx 等于 sinx 平方 在负无穷 到正无穷上 不是周期函数 刚才我们证明 这个函数 是周期函数 我们先 来猜测 它的周期 等于多少 然后去验证 那么如何证明 一个函数 它不是周期函数呢 这里我们通常 想到的方法 是用反正法 假设它是 周期函数 那么这个情况 怎么样 能不能导出矛盾 好 我们来看看 如何证明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假设 这个T 大于0 为fx 的周期 就是假设 它是一个周期函数 并且T 是它的一个正周期 那么根据 周期函数的定义 则有 下面的结论 就是 fx 加上T 等于fx 对所有的x 属于负穷 到正无穷上 是成立的 这是我们导致矛盾的 我们主要是看它的一个特殊情况 如果x 如果x等于0的时候 当然 这个等式 自然也成立 那我们有 ft 等于f0 这个也就是 根据f的定义 那就是 sin t的平方 等于 sin 0 等于 0 好 那么由此 我们知道 这个t的平方 它一定是具有 π的 整数倍 而且这个n 它一定是一个正整数 这样一个形式 也就是 t 是等于 根号 n' 好 请大家注意 如果 fx 是一个周期函数的话 那么它的周期 一定是具有 这样的一个形式 好 那么这样的一个数 有没有可能成为 f的周期呢 当然我们要导出矛盾 就是 t 不可能有这样的周期 就是fx 它不可能以这样的数为周期 那么 怎样导出这个矛盾呢 这个中间呢 有一些技巧 我们来看看 首先 请大家注意 我们有 f 根号π 加上 根号nπ 那么根据 根号nπ 它是f的周期 所以它应该是等于 f 根号π 而f根号π呢 根据定义 f的定义 它是等于 根号π 的平方 3 所以等于 3π 等于 等于0 这是一点 就是f 根号π 加上 根号下nπ 这是等于0的 那么另外一个 请大家注意 这个f 根号nπ 同样根据 f的定义 那么它是等于 3nπ 也是 等于0的 那么这就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 这个f 它作为一个函数 在电两点 在 根号π 加上 根号nπ 以及 根号下nπ 电两点 是f的零点 如果看它的图形的话 那么它的图形呢 应该是 与x融相交的 在这两点 而当这个 x 属于 0 到 根号π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知道 这时候我们知道 x 加上 根号下nπ 它是等于 fx x在这个区间上面 那么根据 f的定义 sin 根号下x 因为x 在0到根号π 这里是平方 平方 那也就是 x的平方 它是在 0 x的平方 在0到π 之间 在这个之间的话 那么 sin 的值 是大于0的 好 我们把上面得到的结果 我们画一个图形 我们来看 假设这是 根号 nπ 这个是 根号π 加上 根号nπ 那么刚才我们知道 f在这两点处 的值是等于0的 也就是它的图形 是经过这两点 而且在 根号nπ 和根号nπ 加根号π 这个区间上面 f是大于0的 所以它的图形 在x上方 好 那么到这儿以后 它假设是 往下走 这样一个图形 这是 这是 这是y等于fx 它的图形 好 现在我们注意 这样的一个事实 就是 f 根号下 n加1π 这个根据 f的定义 它等于sin n加1 π 好 这个值 是等于0的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 f 在这个点处 等于0 这个点 它也是f的一个0点 那么这个0点 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函数 在这个区间上面 它不可能等于0f 所以 它等于0 只可能是 在这个点的右边 在这边 所以 根号n 加1π 它一定是位于 根号π 加上根号nπ 的右端 所以我们有 根号n 加1π 它一定是 大于 根号π 加上 加上 根号下 nπ 好 有这样的一个 不准式成立 我们把这个不准式 变下形 根号π 咱们可以约掉 约掉以后 也就是 有 根号n 加1 减去 根号n 它是 大于 1的 或者是 把这个 给它分子 优理化 也就是 根号下 n 加上 根号下 n 加1 那么它是 大于1的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不准是 它的左边 那么这个显然是一个 小于1的数 那么它不可能大于1 那么这样就得到一个 矛盾 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的产生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假设错误 就是 f 它不可能 有周期存在 那么这样就证明了 f 它确实 不是一个周期函数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一实体 任何 整系数多相式 p x 不可能满足 这两个条件 p7 等于5 p1是5 等于9 首先我们搞清楚 什么叫整系数多相式 那我们知道 一个n次多相式 它的一般形式 n次多相式的一般形式 n次 多相式 它的一般形式 是p1 是px 等于a0 xn次 加上a1 加上a1 x的n 减1次 加a1 减1 乘以x 加上a1 这是一般的n次多相式 那么如果是整系数多相式 那就是要求 那就是要求 这个a0 a1 所有的系数 都是整数 那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整系数多相式 那么为什么整系数多相式 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呢 那么假设这个多相式 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 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 我们来看一看 好 由第一个 由这个p7 等于5 那我们有5 等于p7 那也就是a0 乘以7的n次密 加上a1 乘以7的n减1次密 再加上a1 n减1 乘以7 再加上a1 好 我们再有p115 等于9 那我们又得到 一个等式 就是9 等于p115 那就a0 乘以15的n次密 加上a1 乘以15的n减1次密 加上a1 n减1 乘以15 再加上a1 我们现在由这两个等式 要导出矛盾 好 那么这个矛盾怎么样产生呢 这里请大家注意 一个横等式 就是a的n次密 减去b的n次密 它等于a减b 乘以a的n减1次密 加上a的n减2次密 乘以b 加到b的n减1次密 好 那么根据这个横等式 我们可以把上面 两个等式相减 1 2 我们把这个2 减去1 你看我们得到一个 什么样的结论 那么9减5 等于4 后面的每一项 相应相减 那就是a0 乘以115的n 减去7的n次密 加上a1 乘上115的n减1次密 减去7的n减1次密 再加上 这个a1 n减1 乘以115减去7 根据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横等式 我们来看一看 这些数 好 那么很显然 这些数啊 都可以把它提出 15减7 也就是等于8 这样的一个数 所以我们可以 把每一项提出一个8 那么在剩下的中间 你比如说a0 乘以 按照刚才我们讲的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的数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不写了 就等于它 再加上a1 也是乘上 这样的一些数 再加上 a n减1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括号里面的数 因为a0 a1 a1减1 都是整数 而括号中间呢 也是整数 所以在整个括号里面 都是整数 做这个加减 乘法运算 所以它的结果 一定是整数 那么因此 等于8倍 某一个整数 假设这个整数 我们用m 来表示 这个m呢 它一定是一个整数 也就是我们有 下面的结论 1 等于2倍的 m 好 那么显然 这个等式 是不可能成立的 因为m是整数 m的两倍 不可能等于1 这就产生矛盾 那么这个矛盾 的产生 是因为什么东西呢 就是因为 上面这两个条件呢 它是不相容的 是互相矛盾的 也就是说 一个整系数 多像4啊 它不可能同时 满足 这两个条件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证明了 这个结论 好 今天的这个综合练习 就讲解到这儿 我们下次课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